下列关于副表中甲乙两元素比较何者错误 首先先来看表中的内容 直指数甲乙多为6 中指数甲为6乙为7 然而直指数的数量也就是等于原子序Z 而中指数加上原子序 两者加起来也就是叫做质量数A 因此甲质量数为6加6等于12 乙的质量数为6加7等于13 我们看到A选项甲乙的价电子数相同 直指数也就是原子序 原子序又等于核外的电子数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都是6颗 B选项甲乙的质量数不同 很明显甲的质量数为12 乙的质量数为13 所以B选项也是正确的 C选项甲乙都是碳的同位数 而同位数是指原子序相同 而质量是不同的原子 对甲乙而言原子序都是6 而质量数是一个12一个13 因此视为同位数之间关系 然而两个原子序都是6 表示两个都是碳元素的同位数 因此C选项是正确的 接着D选项 甲乙乙的物理性质相同 对于同位数而言 物理性质是跟质量有关 然而质量数不同 质量就不一样 所以物理性质是不一样的 不相同 因此 何者错误 D选项是错误的 接着E选项 甲乙的化学性质相同 然而化学性质是与原子序有关 因此对于同位数而言 物性不同 化性相同 答案是第一选项错误